原来还真有懂业务的领导啊 起因是一舞蹈学院院长 和学生一起跳舞的视频 一夜之间火遍全网 乍一看感觉十分突兀 这时就有小哥吐槽 挺着啤酒肚的大叔 跟一群小孩凑什么热闹 直到音乐响起 虽然他穿着商务 Polo山家皮鞋 但气势根本挡不住 抬手踢腿 每一个舞运和动作 都拿捏得相当好 举手投足 都能看到他 扎实的舞蹈功底 网友直呼饱到未劳 杀伤力犹存 直接跳出了蒙古汉子的灵魂 院长不愧是院长 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铁汉柔情 也把民族舞的魅力 散发得淋漓尽致 虽然他担任行政职务多年 但一出手仍然是大名 而且他激情昂扬的状态 也引发了拳网大赞 看他跳舞仿佛看保 草原上奔驰的骏马 和飞翔的熊鸣 还看到了蒙古将军打猎归来 举着酒杯喝的微醺 站在篝火旁在歌在舞的样子 看来征服大家的 从来不是外貌 而是骨子里的大气与沉淀 然而他不仅有着真才识学 还是学生的良师义友 曾多次与舞蹈学院 毕业班的同学 一起激情热舞 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还是那么浪